這麼嗨 心情很不錯喔 在培養等下 講的情緒 需要醞釀的 你知道歌手之前 他們上台之前 都會在那邊發出 怪裡怪氣的 軟聲聲音 你知道吧 喔 我知道啊 真的真的 我聽過一次 幹 我說幹 你在殺小這樣 就好像 好像每個人會有自己的 那個 他們會不斷地把嘴巴 就是肌肉最鬆化 就像我們 我們小時候有教那個 發聲練習 彈舌那個 對對對 尤其老舌歌手更要 因為他們要快嘴的時候 你只要嘴巴一硬 幹 你就 你就會拉牌了 有 你知道嗎 你這個個人直播 有 現在已經開始了嗎 開始 欸 剛開 剛開 那這樣 我的聲音有辦法傳到你的 IG裡面 這樣聲音有辦法嗎 還是它是直接搜嘴巴的聲音 不是從麥克風 沒有沒有 手機是搜 嘴巴 電腦是搜麥克風的 OK 哈囉 嗨 Michelle 你去爬山 還好玩嗎 Who is Michelle 就是一個 一個 Pakke 不算Pakke 算一個YouTube的創作者 他在做那個 爬山的一個 喜歡登山的女孩 我也喜歡登山欸 可是你有女朋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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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料 他說 他有回嗎 他說唱歌 沒有沒有要唱歌 我們要講那個 音樂品味的東西 然後 你有置頂那個嗎 通常不是會置頂那個 那個 你自己的留言 就讓大家知道 欸 那個主題是什麼 之類的 Michelle說 我有男朋友了沒關係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是個多元 喔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然後我們 就是今天會在那個 讓Live開直播 然後會聊 音樂直播品味這件事情 然後 包括說有些人怎麼 建立自己的歌單啊 然後 你如果對這個類型的音樂有興趣 你怎麼樣更深的去經營 那如果 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的朋友 怎麼去挑選自己喜歡的 音樂 音樂品味 對 欸你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董廳TS251的 AT 大家 可以就是 看Barnie的Barnie's Talk之外 可以在IG上打動聽 應該就找到我的頻道 那我的頻道呢 是在講怎麼培養 建立情境歌單 還有就是推薦一些好音樂 然後建立你自己 屬於自己的音樂品味的一個 音樂平台這樣子 那我目前比較專注在獨立音樂 因為我覺得獨立音樂 對於我們這個 就是Z世代到 千禧世代的年輕人 是比較有共鳴 而且是比較屬於那種 就是會表達自我 可能比較偏自由意識這方面 所以我 目前比較多在獨立樂團這方面 去做介紹這樣子 對 Michelle說他喜歡R&B跟HipHop 喔 這跳舞 這兩個其實我覺得現在已經 這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 R&B跟HipHop 現在其實 他們其實幾乎是同源出來 然後現在又分流 但我覺得最近他又開始 又合在一起了 因為 這等一下我們可以講 就曲風他的一些歷程演變 他有 蠻有趣的這樣子 有點像混成對不對 就是他們之間會 我有一個比喻蠻好的 就先插題一下 聊一下這個好了 就是 不知道 就是邦尼的觀眾 有沒有在看鬼滅之刃 這個動畫 大家有在看鬼滅之刃嗎 什麼 隨之呼吸一世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自己是完全沒看 對對對對對 有嗎有嗎 先看一下 有沒有 好像好像有耶 你一邊講 嗯 好 OK Anyway 就是鬼滅之刃 他裡面就是 就是有各種什麼 呼吸式嗎 不知道你應該知道 就什麼水之呼吸 什麼 沒有我就先 我就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大家沒有看過也沒關係 對 總而言之裡面就有各種 屬性的呼吸嗎 你知道動漫就很多屬性 什麼風啊 火啊 雷啊 之類的 土啊對不對 這些屬性 那這個動畫 就是把那些屬性 融合在他的 所謂的招式呼吸裡面 那他的起始源 就是在動畫裡面 他的起始源就是叫 日之呼吸的呼吸 然後衍生出其他什麼 水風雷之類的呼吸式 那我覺得 音樂曲風也是 因為音樂曲風一開始 就是屬於那種 就是古典音樂 先從巴哈那時候 先做福音音樂的時候 就是從教堂 那時候一開始音樂 開始會有定義曲風 是從教堂那種音樂 開始交響樂 然後再到那個 所謂的鄉村音樂 那鄉村音樂又有兩個定義 就是會分為藍調跟鄉村音樂 鄉村音樂就是白人音樂 R&B就是黑人 所以你知道的R&B藍調 那都是屬於 Rhythm and Blues 對他其實是有點帶種族歧視的 這樣的一個 一開始是這樣的分類 一開始他們甚至叫 R&B叫種族音樂 就是說這不是屬於白人的音樂 但是那時候因為 那時候我一點忘記時間了 但後來音樂就是要 撇除這種歧視 就是像那個嘛 就是最近那個美國黑人 那個 MLB的運動 對對對 所以後來就改成比較中間 叫R&B 然後鄉村音樂就是 其實跟他同源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慢慢演 再從R&B衍生出Rock 還有就是所謂的那個 嘻哈或是Jazz 這方面 其實他是從一開始的 就是那個古典音樂 然後到宗教音樂 然後再慢慢散開來這樣子 就開支善業這樣 對 所以到最後呢 像這幾年 我們其實越來越難分辨 所謂的曲風 他到底是哪個曲風 因為很多人 很多音樂人 他們就是會有 因為大家都會喜歡不同音樂 你可能喜歡嘻哈 你可能喜歡Jazz 你可能喜歡那個R&B 那你就會試著把你想要的元素 給融合起來 那融合起來的時候 他又又漸漸變成一個曲風 當這個曲風 他的受動量變大的時候 可能他又會被稱為另外一個曲風 也不一定 像HipHop 一百 兩三百年前 根本沒人知道HipHop是什麼 他就慢慢這樣變過來的 對 OK 好 那你在你的IG上 會介紹這些 比較偏歷史的東西嗎 還是比較少 我一直想要介紹 因為其實我看了一些書 就覺得 哇靠這太有趣了 這東西 但是他沒有流量 不是 剛剛觀眾歪了我說 這個好喝酸酸點點 等一下 我們是應該 你要業配一下 他們都幫我業配 怎麼辦 台湖可以找我業配 本期節目有那個台湖 沒有 並沒有 SAD 剛剛講的 對 這東西很有趣 我一直想要做 但是我覺得目前有所謂的 就是 就是 短程的目標的話 這東西我一直 會慢慢用不同形式去露出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其實這東西比較硬的話 我還在想用什麼比較大家喜歡的方式去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哈囉各位Body Barnestalk現在可以在Himalaya上收聽囉 同時我也會在Himalaya擔任助戰作家 最新的Podcast文章都會刊登在APP首頁的好文推薦 如果還沒有習慣使用或覺得好用的Podcast收聽APP 歡迎使用Himalaya 他們家的UXUI介面 做得還蠻流暢易懂的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董廳TS51的AT 歡迎收聽 幫你STOP 幫你播起來 我覺得這個不錯 但你真的很想要快快的唸文 可是還發現後面 後面台詞有點不熟 對 就是快快帶過 其實後面有點像那個 那個誰 李連傑的感覺 你知道李連傑的那個嗎 的講話的特色嗎 就是 我不知道欸 就是很功夫的那種 快快速結束的感覺 就是 邦尼 海尼根 你確定你喝的是五酒精的嗎 我們在錄Podcast 你很鏘欸 就類似這種 這種 變台通了 我覺得這很好笑 就是 他可以就是那個 就 我好像在某個 某個YouTube上看到 就是 你要學李連傑的那個方式 就是 你要後面就是 然後就是那個這樣 急煞的感覺 欸不是那我問你他怎麼講一個長句子 長句子嗎 你給我一個範例我唸給你聽 呃 他那是有什麼 我喜歡聽R&B好了 我喜歡聽R&B 我喜歡聽R&B 有夠鏘 也是這樣 太有笑了 我知道以後 這個 這個 這一集錄出去以後 大家可以 那個拱那個AT 魔方靈連結 大家好我是AT 我有 我一個專長是魔方靈連結 真的很少人魔方靈連結 你選手劣勢 幫你死 走 不要鬧 再鬧 好我們進主題 我們時間快不夠了 對大家說 OK 對時間寶貴好 如果我請你用差不多一句話或是簡單的方式介紹 你會覺得音樂的品味是什麼 音樂的品味嗎 那我覺得講很直觀的 因為 我先帶個前言 我再帶那句話 我覺得會比較有震撼力這樣子 我覺得 品味的東西是 完全 完全完全完全主觀的東西 所以 如果你要說用 一句話帶音樂品味的話 我覺得說 就是 愛你所好 其實我覺得跟所有的品味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音樂品味 你這個音樂有沒有好或壞 其實是 並 更不是那麼絕對的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像很多歷史上面有很多 譬如說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 不只是那麼奇眼的音樂 但到後面的時候 可能在十年後 卻突然翻紅起來 這種事情是非常常發生的 就像 最近的那個 你知道 費玉清的那首歌嗎 就是一減眉 沒錯 雪花飄飄 對 雪花飄飄 為什麼突然間就是 在歐洲上面 突然 風起來 你之前聽過這首歌嗎 我其實沒有聽過這首歌 對 其實大部分可能很 絕大部分的華人 其實都 除非老一輩的 可能或是 費玉清的 鐵粉 才會知道 這首歌 其實我之前也完全不知道 但是進入這次的社群事件 這個過程事件 大家可以去Google 對 因為在講的話 可能有點太長 但他卻用這種方式 把這首歌又帶起來 而且甚至紅到歐洲 大家都會在模仿這樣子 所以 其實音樂品味的好壞 其實在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聽這首歌的話 可能不會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藉由這個樣的包裝 社群上面的包裝 他其實就變成一個 哇 他真的好有梗的一個音樂 所以你說音樂品味 他有一定要怎麼去做嗎 其實沒有 就是由你的個人去 只要你這個聲量夠大 他其實就會變成一個 大眾認可的一個東西 這樣子 嗯 就是說他有沒有變成一個 主流 或是 也不能講主流 他有沒有變成一個潮流 對 所以潮流的話 我覺得是很看個體聲量的 就是當大家 越喜歡這個東西 他就變成 大家會認為是正確的東西 其實蠻可怕的 嗯 所以我們所說 就是大家可能 很常會佔主流和獨立這件事情 對 就是主流其實就是 包含了更多的商業操作 和有意思的商業操作 那 這中間就是 不知不覺讓許多可能 原本想要做A事情的人 嗯 的音樂人好了 他可能就被迫要去選擇做 他可能不是那麼想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開始對主流音樂 開始從音樂人開始 到樂迷開始會有這樣的一個排斥 嗯 對對對對對 所以其實你有說 商業主流音樂是錯的嗎 五月天 或是鄧紫棋他們錯了嗎 我覺得其實並不是 他們只是有他們的考量 那你說他們音樂真的不好嗎 其實也沒有啊 對吧 他們只是可能 譬如在後製上面 他們可能砸了更多錢 做 請了更大咖的 beatmaker 或者是製作人來做這些音樂 對 只為讓他在商業上可以有更高的高度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像很多的 呃 我們講的獨立的樂團 他也是從獨立慢慢走向主流啊 比如說像 最經典就是五月天嗎 是 對 然後 喔對 今天剛進來的觀眾朋友是 我們今天是聊的是音樂品味 然後我們邀請到一位 呃 資深的聽團仔 呃 聽團仔聽到就好了 有名的聽團仔 但他不能露臉 對 所以我們就是會 呃 但大家 大家會聽到他的聲音 如果是他的聲音太小也可以跟我說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會 先聊兩個大的分類 就是一個是 呃音樂的分類 我們去怎麼樣去搞懂他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說 比如說像我自己在跳那種 藍調舞好了 那藍調其實也算是爵士的一種廣義的分支 可是爵士樂裡面也有分很多很細的東西嘛 那很多人只會覺得 喔我可能聽到薩克斯風 或是比較即興的鋼琴的聲音 他可能覺得這就是爵士的一部分 那我們今天可能會以一個 因為音樂的分類很廣泛嘛 所以我們會以一個比較概略的方式 去講音樂的分類 然後我們怎麼樣去搞懂他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有你喜歡的音樂的話 呃我們今天會了解 跟你聊說我們怎麼樣去建立自己的音樂的品味 或者是說我們講得更直白一點 你怎麼樣去更廣泛的開拓他 不然是你的所見所聞或是你的歌單這樣子 對 琳琳要說 喔鄧紫棋真的不是經典 哈哈哈哈 這應該沒有紫棋粉吧 哈哈哈哈 這好像是他在線動上有講到的一件事情 我有點忘了 好 所以我剛剛下一次又講出鄧紫棋這個名字 好 那我們就從音樂的分類開始 我們先聊一下這個好了 好 剛剛有大概講過一下 我再重複一下好了 就是音樂的分類呢 他其實就像 你娘可以懂 你娘可以懂 他有在看鬼滅之人 總之就是 他是原本就是只有一種 分 一種類別 在慢慢從中分支出來的這樣子 那我這邊 再重複一本書叫 欸 邦尼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本書我覺得蠻棒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大式文化的 從裝懂到聽懂 現代音樂簡識 大家可以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這樣子 我們可能 今天講的東西 我們會在IG上 再做一個review 對 OK 這本書我覺得他有提到 一個音樂的那個 現代音樂簡識年代的發展表 我大概有幾個點 列出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概我覺得可以分成 1 2 3 4 有4個 4個關鍵點 就是從最一開始 1708年 就是音樂類別那時候 就是從巴哈 大家應該知道巴哈吧 古典語那個巴哈 對 巴哈那時候 開始就從 管風琴的樂曲 然後為教會寫歌這件事情開始 那時候 基督教 開始盛行 那他們從 就要從音樂這方面去 拉攏更多的 教徒 或者是在他們 在宗教活動上面 有一個 傳遞的一個工具 所以那時候基督教音樂 變成一個音樂的主流 那時候其實大部分 就只有這個音樂 要不然就是 以前鄉間民謠 可是因為那時候 並沒有記載下來 所以 記載下來的時候 就只有 巴哈 那時候的基督教音樂 然後之後呢 就從宗教音樂 這樣開始 從福音音樂 就是 那個傳福音 就是那個基督教傳福音這樣子 然後到 鄉村音樂 鄉村音樂 又分成兩個 就是從 黑人的 就是有色隆種 這開始方面 就是從藍調 然後白人的話 就從鄉村音樂 鄉村音樂 就像什麼 Tame Me Home Country Road 對 然後 RMB的話 就像千度平 你知道千度平嗎 我不知道 Let's Belling 他是就是在 藍調裡面 就是算 他是 也就是一開始 開始在唱藍調 然後藍調的傳奇大師這樣子 這 有興趣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因為這歷史 中間的牽扯太深了 這邊就先大概帶過一下 就從這邊做一個分支 然後第一代的話 就是千度平 還有卡特家族 卡特家族 也是白人 然後他們是在唱鄉村音樂的 那也是一開始 就是比較知名的這樣子 大概那時候是在19 20年初這樣子 OK 那時候就是鄉村音樂開始 和藍調音樂開始 就是個別分支 開始在發展的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時間點呢 就是1953年 就是1950年代那時候 就是搖滾樂 開始興起了 對 搖滾樂 在它之後 Rock and Roll 那時候就是從 呃 這種比較 就是彈奏的樂器 從 再進到鼓聲 它最大進步 就是把鼓這個東西 還有被子這個東西 把它融到 融到裡面去 他的心急可以說跟 呃 電吉他有關理嗎 可以這樣講 應該是說 那時候的 背景氣氛吧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二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也有帶動一些 就是反戰歌曲之類的 那時候的興趣 對 那時候的興起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最有名的就是貓王 嗯 其他 大家可能 maybe沒有聽過吧 我看一下喔 貓王 貓王就是第一個最有名的搖滾 搖滾巨星這樣子 還有那個 Body Holy Body Holy Body Holy 就是 他也是跟貓王同時代的那個 美國搖滾的作家 那時候從美國 然後再傳到歐洲 還有就是亞洲這樣子 嗯 對對對 然後台灣的那時候 也是從大概1950年 1960年代那時候 開始就是影響一些台灣的音樂人 然後台灣那時候年輕的人 開始也是 開始玩油滾樂 那時候在這之前 比較是民歌對不對 對 民歌 就是跟前面的那些有點像 因為 這邊的話 他的編年史是以美國 這邊開始去 往外拓展的 所以這邊的話 並不包含台灣的部分 台灣的部分的話 有推薦另外一本書 就是我 我有那張照片 我們的搖滾樂 他就很詳細的寫出 就是台灣在搖滾樂 新期到近期的一個 的一個進程 那他就是跟這張表上面的話 也有一樣的 時間的吻合 這樣子 就變成台灣的那個 對 就變成台灣的那個 對對對 也是從1950年代那時候 開始就去述搖滾樂 怎麼在台灣發芽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搖滾樂 就變 民謠又開始興起了 就是Bobby Dillon 大家可能知道 他 甚至從那個 寫歌詞 然後得到201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超超厲害 就是從這 因為他那時候唱了反戰歌曲 然後也有 其實你要說他是反戰音樂的 作的歌手 其實不是 他大概一生寫了 他還活著 兩百多首曲目吧 大概只有三到五首是反戰歌曲 可是因為這集太紅了 所以大家就直接幫他換上 反戰歌手的一個名號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民謠 在1960到70的前段 就開始興起 然後那時候呢 因為民謠和搖滾 開始走入民間 所以有開始很多的就是 grudge band 也就是那個app的名稱 grudge band 對 就是車庫搖滾 所以在車庫裡面搞音樂這樣 對 從車庫裡面搞音樂 也從裡面就開始衍生出了 就是把這個音樂普及化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中間有幾個比較冷門的 我就先大概帶過 大概1965到68年 就開始有發展出 迷幻搖滾雷鬼 還有就是德國搖滾 和那個mental 重金屬音樂 就是我們知道像閃靈啊 那種的 那時候也是從1970年代那種 那時候開始發芽 但是那種是更冷門的 更冷門然後可能就是他的 打的品位比較 小重一點 比較鐵 應該說他的那個 專注的人比較鐵 所以到現在還有 還有人會再繼續玩這個東西 這樣子 然後中間的話 從1975年到1989年 就開始是嘻哈的 嘻哈的天下 對 那時候開始興起了所謂的 舊學院派 還有就是新學院派 還有死亡金屬 就是那種嘻吼的死亡金屬陽光 這三個開始到現今 然後最到1996年呢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比較 比較Jazz的嘻哈也開始興起 因為一開始的嘻哈的話 他們都是會比較屬於 Diss或Trap的那種音樂 然後到現今就是 比較大後就是南部嘻哈音樂 就是Trap還有Kernie West 可是我這邊可不可以插一個話 就是說我想了解說 那時候的Trap 跟我們現在理解的Trap 是一樣的嗎 因為現在講的Trap 好像有點 就會想到Trap 有點貶義的感覺 就是說那時候 就不知道那個 AT對這塊有沒有了解 這樣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以前的 他們應該不叫Trap 他們是屬於叫 舊學院派 那現在的Trap的話 其實是因為 中國有嘻哈那個節目 把這個曲風給帶起來 所以大家認為嘻哈會開始 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形象 其實我覺得這個節目 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助力 對 因為其實到2016年到17年 其實嘻哈已經有更多的 多元 因為其實這塊我也是大概了解 我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時候已經是從 像台灣就有蛋寶 對 蛋寶或是一些 像新學院派的像熊仔 對 這種他們其實已經開始做一些 比較軟性的饒舌 對 比較soft一點 對 比較soft的 就可能濃合一些RMP 或者Jazz 其實已經開始蠻多的 但是從中國的新學院 這個超有力的 超大的一個曝光平台 他一直在加重評分的 好像就是所謂的一個DIS 或者是一些比較炸的 這樣的一個演唱風格 那種就是Trap音樂 對 所以中間的區隔的話 我覺得 這有點像互相懟來懟去的那種感覺 懟來懟去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陸他們用語不是這樣講 就是我 我噴你或我嗆你 就是懟你 就是懟你 就是一開始的嘻哈就是這樣子 只是到現在的話 這個 嘻哈本來就是很本 很本味的 很本味的一個東西 他們都是唱我覺得 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怎麼樣 所以他其實會有一個 DIS成分在是很正常的這樣子 對 其實在剛剛 再重整一下 所以其實樂曲的 進展的重要的歷程 就是從一開始 他是從基督教音樂 對 開始 然後到中間到1950年 是搖滾樂 和所謂的民謠 開始新掌 然後再到中後期是嘻哈 還有就是死亡金屬 又開始 開始並行 這是幾個比較流行的 一個樂風這樣子 那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從 你可以看 就是從短短的 大概100年間 他的 樂風可以做 無限擴散 可能到七八種 樂風這樣出現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樂風 你要分得清楚 他是哪一個 其實是 兩個 或是三個 加在一起 你要 所以要定義一個樂風 我覺得越來越多 對 那我覺得可能譬如說像 大家現在最常見的就是 IMB再加嘻哈 饒舌的這樣的一個組合 我覺得他 只要 到了某個時機點 他可能就會變成一個 新的一個 曲風的定義 就他可能有 某一段的chorus 或某一段的riff 他是擺饒舌 讓他中間有一個 rap的概念在裡面 嗯嗯嗯嗯 所以我覺得 maybe以後可能會有一個 新的一個曲風的一個命名 也不做不定 所以我覺得 以及要定義曲風 我覺得 還不如就是說 你知道這歌手擅長的是什麼 對 那他可能 大概是屬於分為哪幾種曲風 我覺得這樣判斷 會比較準確一點 嗯 對對 所以單從歌曲去判斷的話 我覺得 其實每個角度來看的話 譬如說他用的beat 或他用的一些和弦 你要怎麼去分 其實好像現在來說 越來越難分的這樣子 但是應該有時候還是要知道說 那個景點是什麼 或是說那個 他原本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 就是從現在聽到的歌 再慢慢回溯 就像 嗯 我們可能爸媽那種年代 他們聽的音樂 可能真的是從國外來 因為那時候沒有 對 台灣的原創 但現在我們聽的話 我們小時候有周杰倫 對 可能小時候有陳喜珍 他們的存在 我們可以聽到 雖然從台灣再聽到國外 對 這樣子 ok 所以他其實是 的確是從國外流行 但台灣又把它 結合了自己的東西去 創造譬如說 華語的流行音樂這樣子 嗯 華語流行這樣子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 前面先大概講完一些 音樂的分類以後 那我們這邊就想要聊 聊一聊說 如果你已經有你自己喜歡的音樂 類型或你的品味的話 你怎麼樣去更廣泛的去拓展這件事情 更有意識的去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你說那個音樂類型的 對 因為我們覺得品味的養成 都是有一個階段 不管是穿搭 還是說可能是品酒 或什麼樣子 他可能是會 呃 我們先認識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從裡面挑 我有興趣的東西 或者是我去體驗了以後 我去中間去做學習 然後中間可能是有人帶我 或是我更多的在這個圈子裡面體驗 然後我去培養出我自己的一個 呃 所謂的態度或是一個sense 我覺得最重要的兩個點 就是 情境的培養和 所謂的 不要執行所謂的精英主義 那我先講解釋這兩個是什麼意思 好 情境的培養我覺得 大家一定都有概念 就是 當你喜歡一個東西的時候 它周遭的東西 你一定 欸 你也會很好奇 你會想要多了解 譬如說你今天喜歡音樂好了 你就會研究說 欸 當我身為一個歌手的時候 我在台上 我必須要怎樣唱歌 看樣子才會好看 我要穿怎樣的衣服 看起來會更突顯你的音色 或你要吃怎樣的東西 可以讓你的音色 可以在演出前更好 或是你要做什麼動作 或你在talking的時候 你要講什麼話 你會讓你的演出和你的歌 會有更好 這是情境的一個衍生 那我覺得套用在各種所謂的品味的上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品味的東西 包含音樂也是 你不應該是專注在這個上面而已 而是應該拓展到它周圍的東西 你其實都要慢慢的去深入的了解 你才會讓你想關注的東西 它才會變得更有深度 而且更豐富這樣子 比方說 比方說好 就我剛剛舉的 就是可能在現場演唱 在現場演唱的時候 你必須要怎麼穿 或者是你要去 你要用什麼樣的麥克風 或是你在 你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可以讓你這演出的 譬如說三分鐘的歌曲好了 可以讓它可以更抓住 聽眾的聽覺這樣子 可是這樣是不是比較偏演唱者的功課 而不是聽眾的這個功課 聽眾也是啊 譬如說你今天去酒吧好了 你今天去酒吧 你可能在一個 可能它一直在播Jazz的一個酒吧裡面 那你可能坐下來之後 你一定會想說 聽這音樂很舒服 那我要配什麼酒 會 這個聽覺上面的感光可以更加強化 我相信這可能 大家進到酒吧的時候 一定可能 隱隱約約都會有這樣的一個下意識 就可能譬如說這首歌 很適合配威士忌再加 再加什麼的 或者是再加雞尾酒這樣子 那在這時候呢 你要跟 譬如說你看到一個你喜歡的女生好了 你要跟她搭什麼話題 在這音樂下你要搭什麼話題 這中間其實就會慢慢把它link起來 它就是一個情境的延伸 那 我剛剛講了情境的延伸 那第二個的話我在講就是 杜絕精英主義這個東西 我覺得精英主義好像是 不管是生物啊或是什麼 在生存上面一定會有 發生的下意識的一個行為 就是可能你為了要保有自己的 不管什麼地位 以前可能是生存這件事情 那現在的話 可能是你的自尊性 或者是 whatever 一些實質上面的利益 你會去排擠新來的人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精英主義這個東西 其實在音樂的品味上面 你會把單個領域上面 譬如說 你喜歡金屬樂好了 對 你喜歡金屬樂 你會把這個圈子越做越小 因為你把新來的或有興趣的人 你都把他罵了一遍 他可能因此受損 然後就不來接觸你了 那你就會把這個東西 越早越做越小 然後你就排除掉了很多可能 爆炸性成長的一個機會 好第二個就是 就是商業化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在做音樂的人 你會很 他會很杜絕商業化這件事情 我覺得 他其實看似是相對的 跟你要隨心所欲做音樂 跟商業化這件事情 其實是相對的 對 我相信大家可能下一次都覺得是相對 對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 其實他是 有找到一個平衡點 他是有機會共存的 但前提是你要夠強大 You know 就像我舉個例好了 你覺得周杰倫他沒有絕對自由嗎 他在音樂創作上 他沒有絕對自由嗎 我覺得他 他其實有 可是他可能會想要去迎合市場 或是他已經找到那個 可能會 大大眾或者是大多數人會喜歡那個公式 但照那個公式走就可以了 對然後他又可以做的不用委屈自己 那就是在前提上他是要成為 夠大的這樣一個人 那我覺得一開始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聽過他的故事 他一開始在寫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他把自己關在錄音室裡面一個禮拜 然後就只吃泡麵 就是會寫出周杰倫同名專輯裡面的所有歌 住在吳宗憲的公司這樣 對 大家一定都聽過這個故事 所以其實很多人去排斥所謂商業性這些東西 然後甘月可能苦哈哈 或是賺不到錢 我覺得這都雖然是他們選擇 但是我覺得其實可能 你只要跨出 像我們說的跨出舒適圈 或是你只要再努力再鑽研一點 你可能會找到一個突破點 那其實很多我說直白一點 很多人就是懶 或是不想去做這件事情 他一直在固守自己的一些堅持 那我覺得你當然可以選擇這麼做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換個方式去想的話 或許會有必要的方法 我覺得會蠻可惜的這樣子 可是我們就會 譬如說像前一陣子那個 微博吧 還是知乎上面有一篇文章很紅 就是在講周杰有一個粉絲 有我有看 對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個周杰人好像已經變了 就變成說 他不是當初他在寫那個 那一些歌詞 或者是那些歌曲 他有一些背後 不管是什麼反戰精神 還是一些比較不一樣 想表達的東西 我們會覺得說 他已經有點隨大流了 就是他的東西就 不管是他MV的感覺 還是說他整個歌詞 就變得 我們這樣講 就變成說他比較沒有人味 那我們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 某種程度上來講 他已經跟商業化真是妥協了 我覺得 我自己的觀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的觀點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 也就是說他變了 那我也不是說 你自己沒有變了 為什麼你都沒有變 嗯 我說觀眾 以觀眾來角度的這些事情 為什麼你都沒有變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站在於 他當年前 同名專輯周杰倫那時候 已經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人了 對 他那時候可能存款是一千塊 他現在存款是一百億 對 那你覺得他想的東西 會是一樣的嗎 這我覺得 先撇除商業性的東西 他所在的思考點和思維 他寫出的東西 跟當年不一樣 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那為什麼我們要拿當年的 就是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套用到他現在身上 套用他現在的價值觀 一定會 一定是 拿 雞蛋丟石頭 一定是 一定是會 破壞 就是 這東西一定是不成立的 嗯 對 所以我覺得以去說 為什麼周杰倫變了 為什麼五月天變了 或者是 周星 然後高爾璇 你可能 跟當年的音樂 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 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不管是他是商業操作 或是他本人 出具本人的 一些意願 那為什麼你都沒有變呢 嗯 我覺得我們應該換個思考 他站到這個角度 他去說 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想要說這件事情 就是他沒有變的地方 嗯 可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點 應該說每一個創作者 是每一個聽眾 他每個階段 應該是都會改變 可是我覺得 有一個點 大家比較care的 不管是不是周杰倫 就是 他會覺得說他的東西 變成單一化了 你說變成一個模式化嗎 對 對 就比較 以前可能會比較多元一點的 創作內容 但現在變成說 他比較像是一個單一化 他可能找到 一個市場最match的公司 他就一直走這個 怎麼講 就會覺得他比較偏 趨於保守的路線吧 就是 多數的可能 已經 商業化 或是比較有名的藝人 會這樣 當然有些少數的 少數的人 他還是 不能講他維持不變 他還是有他的堅持在 我們會覺得某種程度上 他可能 已經 妥協掉他的堅持了 好比 我再講一個例子好了 好比說可能 我們在講很多饒舌歌手 其他歌手 他再也沒有出名 或是他很underground的時候 他是會寫很多批判的詞 可是當他到一個stage 或是他到一個聲量的時候 他是 不會再寫這些詞 那有種程度 某種程度可能也是因為說 他不能再去批判這些人 因為他可能已經有足夠的聲量 他這樣做會得罪很多人 或是得罪很多他潛在的利益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會覺得有點可惜 可惜的點是什麼 好奇 就是會覺得說 這跟他當初想要訴說的那個理念 是不同 就是原來他這件事情是可以因為明獲力而改變 或者說 就是我們會常常講說 你會為了要賺什麼錢而下跪吧 就是如果以一個比較誇張的方式來講 對 我自己認為啦 這種話題永遠爭論不完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對 或許他真的是被掐住脖子說 你一定要這麼做 但他其實是你想要的那樣 對 但或許他自己自發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他做這件事情永遠不會消失 就像說你剛剛說的 譬如說以嘻哈為例好了 批判社會這件事情是非常在而不夠的事情 對 那就算今天這A歌手他不再做這件事情了 後面有BCD 對 會以他為榜一樣會繼續做 那他們又會再套上同樣道路 你又要再批判一次嗎 我覺得這個 永遠批判不完 但我覺得一直會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一直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 Maybe某個角度是我們希望想要看到的吧 對 所以 你去說他的離去 還不如是讓這個東西 譬如說 你在意他 批判世界的 這個角度 一直在發生 那我們 不如我們就一直去關注這個 讓他 如果我們再能在意的話 我們讓他 應該想要怎麼讓他變得更大 那種批判世界 或是 為社會公益做服務的音樂 可以做更多 不如我們就 可以想辦法怎麼變大 我覺得會比較使勁 讓他有更多人傳承 或是更多人進來做這件事情 對 或者是你要想辦法怎麼把這個 就是 為社會公益這件事情做更大 要怎麼做更大 比如說你要 當 比如說 專門在做這個 這領域的歌手發片的時候 你可能去支持他 或者是 想辦法怎麼讓這個東西 可以傳得更廣 我覺得到思考這個 還比較有意義一點這樣子 就不要一直 只是糾結於在這個人 為什麼變這個事情 因為人 人每個的想法 你根本不會知道 他的想法 是怎麼樣的 對 所以以其他的離去 我們還不如想辦法 把這個東西用大 我們戰利的東西把它變得更重要 我覺得總有一些它就會變成你想要的樣子 嗯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對 好 剛剛扯太遠了 對 剛剛聊得有點太開心了 這是主 欸 剛剛講的 精英主義 在到所謂的主流和獨立嘛 那我覺得 再回到我們比較簡單的主題 就是 怎麼把自己音樂品味的養成 因為剛剛講的兩大前 就是情境的建立 和杜絕精英主義嘛 那我覺得有幾個步驟 就是可以讓你的那個音樂品味 可以慢慢的 有些不一樣 就是開始慢慢建立 我覺得第一點 我覺得蠻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呃 第一點就是 感官 讓聽覺的感官變得更累 這件事情我覺得蠻重要 因為現在 我們身邊周到的聲音太多 你可能譬如說在捷運上 聽的那個講話的聲音 或者是你今天戴耳機 聽的另外一首歌的聲音 或者是各種不同曲風的聲音 或者是你今天在開會 在上班的時候打射的聲音 我們身邊的聲音 身邊的聲音 身邊的干擾太多了 干擾太多了 所以你對於音樂的聽覺這方面 已經開始慢慢變弱 那我自己的一個方法呢 就是可以去聽一些 那個慢節奏的音樂 包括我們可能知道的 古典樂或是心靈音樂 還有就是後搖滾音樂 它就是比較純音樂 比較沒有人聲的 你先從這方面 讓耳朵獲得一個 一個喘息的機會 我覺得每天可能 你自己抓個時間 可能聽個十分鐘好了 你可以讓耳朵有一個充分的消息 你在去聽你覺得 可能今天想要去聽的哪個音樂 你可以更能抓住 就是你在做這件事情 可以感受到了更多 我自己有這樣的一個發現 譬如說你今天聽的這個A音樂 那你在經過耳朵 就像眼睛一樣 獲得休息了之後 你可以從裡面聽到樂手 有不同的程式 或是歌手他在這方面 他想講的東西 你可以有各種 其他不同的發現這樣子 所以你指的這個比較平線音樂 是有點像白噪音嗎 還是它算一種類型 我覺得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慢節奏音樂 或是古典音樂 水晶音樂 或是後搖 後搖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覺得你可能要解釋一下 後搖 後搖就是pass rock 它就是比較後期 就像我剛剛講的 1950年代開始有搖滾 這件事情開始發生 我們印象中的搖滾 就是瘋狂的 就是像 你可能就是500那種對不對 那像Oyses上後搖嗎 Oyses 後搖基本上就是 沒有人聲 他比較注重在 他的樂器上 有更多層次的一個表現 用這來取代人聲這樣子 有比較 著名的代表人物 我舉台灣的好了 我覺得台灣 因為其實後搖 因為沒有 沒有 歌嘛 它是一首歌 但 它沒有人聲 沒有人聲 沒有人聲在裡面 我覺得台灣的有好幾個 我覺得還不錯 就像荒山茉莉 荒山茉莉 就是台灣目前我覺得比較好聽 比較 比較 算蕭有名氣的後搖團 對不起我只知道荒山亮 荒山茉莉 還有 卯術 生子蟲 這方面 還有就是瑞典 其實非常多 蠻有名的 後搖團 但是我沒有看團名 我唸不出來這樣子 因為他們其實寫的 我要看拼音 才會知道他們怎麼唸這樣 喔 OK 所以就是聽一些比較慢節奏 然後可能無人聲的音樂先 洗底 對不對 還有Rofi我覺得不錯 喔 Rofi方面的音樂這樣子 喔 如果大家有用Spotify的話 可以上面打 後搖滾 有 我好像有建一個清單吧 或是 打中文也可以 後搖滾 對 或是打Pass Rock應該也有 嗯 就是會有一些 這方面的清單 你可以去試試看 我覺得它蠻能盡心 或是讓你 可以獲得心理上一個喘息 是一個蠻不錯的機會 可是那這樣講 是不是如果做一些冥想 或是一些 就是我暫時 心境下 有一樣的效果嗎 我覺得多多少少 個人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因為像我是不會做冥想 這種事情的 對 所以我有 自己的像這樣的一個儀式 嗯 那我覺得時間依然很低 像我大部分 可能現在比較少 可能兩三天做一次 就專門聽後搖 或者是Lofi的音樂 可能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那你再去聽音樂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個 不同一樣的一個 思考和想法這樣子 我覺得這邊好像 你可以快速稍微 介紹一下Lofi是什麼 因為大家可能 就是沒有比較 在少聽音樂 或是比較少結束這塊的人 可能只知道Lofi House吧 Lofi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嗯 Lofi他其實就有點像 最近蠻紅是因為他很適合 用在你工作的時候 有點像白噪音的一個概念 工作或念書的時候 對 那他其實基本上 他也會有人聲 但是他是比較 屬於chill 比較chill 然後可能就像背景音 一樣的那種 迷幻搖滾的那種風格 嗯 我覺得蠻多都是這樣子 好 那當我們 怎麼講已經把耳朵洗乾淨 或者是已經 對 已經進化了你的心靈之後 那我們下一步 要怎麼做呢 我覺得下一步就是 怎麼找到 你覺得 是你的tap的一個音樂 我覺得除了從串流平台上面 可以聽到一些音樂之外 我覺得現場的感受力 它可以套到我剛剛講的那兩大原則 就是情境的 呃 情 情境的培養這件事情 對 那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現場 就 你可能譬如說聽到 某樂團的歌好了 嗯 他今天可能有真的有在現場表演了 我覺得你就 有空的話 勢必 我覺得很建議可以到現場去 聽他怎麼去演奏那首歌曲 他絕對跟你在耳機裡面聽到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他會加入在他現場演出的一些口吻 或是他的聲音一定會不一樣 因為其實很多樂團會有分為什麼所謂的demo版 或是完整版或是現場版 那他的差別就是他可能會在現場版 特地買了一些巧思 他會買了一些特別的巧思在裡面 那你可能只有現場可以聽得到這樣子 你說可能做一些不一樣的version 或是他可能會多一些過門那些 或是他有專屬的現場動作 你看那個動作就得了 哇超開心 就 哇這只有現場看得到這樣子 哦 舉個例好了就是 這好像比較偏indie的 但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OK 大家可以google有一個台灣的本土樂團 叫拍謝少年 邦尼知道嗎 我知道 但我沒有聽過他們的歌 OK 他有首歌叫暗流 那暗流的話 他那首歌 前面大概有三分鐘的前奏 他是用那個浪鼓 就是前面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啪 都沒有人聲 那在現場的時候 你其實你聽的時候 就會很很情不自禁想要拍手 但其實那種 那種前奏的這個部分 大家很enjoy 就很像在一個深海 然後陽光徐徐的那種 那種感覺下 那種感覺 但是拍手就很干擾到的情緒 所以在現場 有人在拍手的時候 很多可能自身樂迷就會 就會美送這樣子 會支持他是不是 我 對對對 我目前沒有看到很over的 但大家都不喜歡拍手這個動作 那你可以在現場看到 有就是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就是很很很很很 很特別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這不是在CD上聽得到的 你可能就耳聞在傳說 但是你沒有到現場 你不會看到這樣的狀況 哦 動動動動 對 然後我覺得去現場有個好處就是 他的有些舞台 他可能譬如說會有聲光效果 帶動配合那一首歌 這個絕對也是現場 沒有到現場你不會感受到的這件事情 他也是一個結合影像和聽覺的一種饗宴 然後就是回家的路上 你也會在 鬧海中就是不斷的回想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那他就是一個情境的培養 你就可以從 譬如說你看完了現場之後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啟發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知道你要怎麼在 這音樂上你要怎麼去品味這音樂 你要怎麼去品味這音樂 你需要再加長什麼部分這樣子 OK 所以除了去現場之外 還有哪一些的好處 也不是講好處 就是還有哪一些方式 可以讓我們比較更有效的去尋找 或培養這個音樂 第三個呢就是我覺得 音樂的 就是找相關的題材 就像就像你所說的那個品味 就是源自於生活 對 那其實一直又扣回到 情境的培養這個概念 你要怎麼從 譬如說我喜歡拍謝少年好了 我一直舉這個例子 就是拍謝少年他就是很本土 就是在於他喜歡喝 他們三個人 他們團裡面的三個人都喜歡喝啤酒 然後喜歡吃熱炒 然後喜歡就是這些很 就是很台灣本土 尼娜的事情這樣子 你說本土 台灣本土小孩 本土小孩的 就是我們從小 回憶中台灣應該長的 有的那個樣子 這樣子 所以他們 就從這邊 就是衍生出做他們的周邊商品 他們有個周邊商品 就叫 一條毛巾 上面是一條絲目魚 為什麼叫絲目魚 因為絲目魚 它耐髒 然後又力爭上游 就象征台灣小孩 就是 呃 刻苦耐勞 然後一直力爭上游的一個感覺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樣的一個 image 所以就打動了很多人 因為 大家去現場看 可以感受他們的氣氛 那這東西就 映射在他們這個周邊上面 所以這條 就是 這個周邊就在他們那邊 就賣得很好 這就 我覺得就是一個 情境延伸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例子這樣子 等於是說他跟他的 不管是聽眾還是粉絲 有一個更強的連結 或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語言 或是對話 除了共同的語言之外 我覺得也是一個 對外講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品牌故事吧 因為其實很多 譬如說 樂團 或是他們在做一些相關產品 希望 可以把自己推銷出去的時候 可能在這方面 連結性就沒有辦法像那麼強 那可能就沒辦法說服一些 出事聽的人 但我覺得他們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 喔 就是你有把那個 共感塑造出來 就是我們會是同一群的人 就是你認同這樣子的理念的人就會進來 我覺得他是一個吸引的一個 好 很好的opening吧 就當你不知道這個樂團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大家 可以更快的了解你 從一條毛巾抽出來就有一個故事 而不是要用一個文字打 露露燈 我覺得那個呈現的方式和速度就差很多 我懂你的意思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然後他突然想到那個 滅火器的那個 那個什麼 長途夜車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很棒的image 你說那個就是打中我們很多人的心理這樣 對對對 雖然我是一個死台北人 可是 就是我可以想像一箱有子的那種概念 就是那個 那個概念是很廣泛的 不只是說 可能 呃 其他人來台北打拼 或工作念書 可是這個東西可以 延伸到 比如說我去國外工作啊 或是華僑 甚至去念書 的那一種 那一種 那種 凝聚力或思念之情吧 對啊 突然想到 我覺得也是跟 我扣到Browney剛剛講的 也可能跟他們本身 那支MV有關吧 那支本身MV 就在拍這件事情 對對對 嗯 所以他在共感這方面 我覺得是在 現場 才可以體會到 然後再延伸到你音樂深度上面的一個東西 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呢 第四個就是 怎麼找到相關音樂 譬如說 那我覺得 第一個 這個大家一定很簡單嘛 就是從串流平台上去找衍生的一些音樂內容 我覺得這個大家一定很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第二個呢 就是可以去找一些相關的推薦平台 譬如說網路上有很多什麼街聲 對 Tree Voice Tree Voice Tree Voice 他們其實都在做 而且是有公司規模化的在做這件事情 或者想找一些比較 就是獨立製作的 就像我懂聽這種平台 那你可以找一個你喜歡的 然後去follow他們的文章 或者是他們的一些 闡述的一些內容 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 然後今天最後有那個就是在推相關音樂 可以怎麼去了解可能音樂的歷史啊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內容 我覺得我有跟邦尼說 我有推了幾本書嘛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講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比較是 因為我覺得AD講的很棒的地方 是他從了很多地方發想 比如說 這個你喜歡的概念或你的意向 還有去現場這件事情 還有說這個樂團 或是這個歌手他所代表 背後他想穿搭一些理念 那當然最後回歸到音樂 我們還是要講說 最後我們會講說 怎麼樣去尋找相關的音樂 或相關的內容 因為這個畢竟也是大家所關注的事情 嗯 了解 好 那我們今天要到推述時間嗎 這不是業配 哈哈 第一本就是那個生意與憤怒 大家 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找 他好像是2004年出的書吧 這 那個作者就是蠻有名的 叫張鐵志 張鐵志就是在台灣非常 比較重量級的文化評論家 他也是同時一個樂評這樣子 他就從美國反戰時期 Bob Dylan那時候開始寫一些歷史事件 跟音樂之間的一個觀念性 他是我覺得是第一部很明確寫到 就是歷史 音樂怎麼去推動影響世界歷史 所以他的副標叫做 搖滾可以改變世界嗎 yes 他就提了一個問號 給觀眾自己從書裡面解答 那這本書呢 賣到爆炸 就是從華人區吧 中港台其實都賣了還蠻不錯的 所以藉由這本書也打響了 張鐵志老師他本身的一個 聲量和文化研究家的 這樣的一個地位這樣子 不過我蠻好奇他為什麼會選擇 從搖滾做切入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喜歡搖滾的 一個樂迷 然後再加上他 好像從台大畢業之後 他就去紐約留學 那他其實有一陣子也是參與在這個 也是可以在那邊看到一些史料 或者是在那邊感受到那樣的一個氛圍 所以他回來之後 好像在那個吧 在美國就開始寫了 然後再回來之後 就把這件事情寫出來這樣子 那他也立志於就是可能要寫台灣版的 聲與憤怒 因為聲與憤怒是從美國的觀點 然後帶入Bob Dylan這歷史 然後寫歷史事件這樣子 音樂對歷史的影響 那他可能 接下來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寫華語版這樣子 我覺得這本書很棒 因為連五月天的瑪莎 或是很大很多的一些音樂評人 其實都很推薦這本書 好第二本就是剛剛這本 就是現代音樂監視 好這本書 那個大勢文化的現代音樂監視 從裝懂到聽懂 那這本書 這本書我要介紹一下 他是一個中國的Podcaster之父吧 他們稱為Podcast之父 Podcast教父叫王朔 他有一個Podcast在中國叫壞蛋調評 有聽過嗎 我知道我知道 對 是壞蛋調評還壞蛋特調 壞蛋調評 壞蛋調評 壞蛋特調好像是Jay Sean的一首歌 我蠻喜歡Jay Sean的 對 然後王朔翰 廚志勇 他也是那個在中國的一個音樂人 我覺得這本書特別的地方是他每一頁都會 他是就從樂風開始去分 從歷史的一個脈絡然後開始分樂風 去跟你講解這音樂這樂曲 他的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而且他有附QR Code 你可以直接掃進去聽 所以他就是像是 比較像在講一個流派嗎 可以這樣理解嗎 就是講 他是主要在講搖滾是不是 沒有沒有他在講所有的樂風 就剛我們剛一開始不是講那個編年史嗎 對 音樂的發展史就是從這本書來的 在最後面 從教會的音樂 對 就是從這邊來的 OK 他是從這樣子去順下來 我覺得他是一個 你要了解音樂的一個發展上面的話 從這本書是一個很好的入門 因為他其實寫的不會很難 所以他跟剛剛的那個張鐵士老師的書比較起來 他其實是比較更好懂的 因為他是又講的更邏輯更組織化 應該是說他講的 張鐵士的聲與憤怒是講的比較 理論性的東西 然後從歷史前面去切入去講 音樂怎麼影響世界 一直扣在這個主題 但是這本現代音樂簡史呢 他就是在講 所有的樂風大概怎麼分 然後把音樂的YouTube連結就放在上面 你掃進去 你直接聽 他寫像一個 我覺得比較偏向一個教學書吧 這很棒 等於說你對這個人想要更多了解他 你就可以掃他的QR Code進去 沒錯 沒錯 因為他講的其實蠻 蠻廣的 所以你要了解 大部分先做一個初步了解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入門 了解 但他會花比較久時間 因為你要邊聽的話 他其實很多QR Code 你要一個一個掃進去聽這樣子 嗯 但我覺得現在Google很方便啦 對 沒錯 沒有他是直接你只要手機掃 他就可以播YouTube 就是掃QR Code這樣子 OK 好 然後第三本 我先講那個 我們的搖滾樂 那本書 好 熊一平老師的書 就是我們 一開始在直播前面有提到 然後這個比較偏台灣 這兩台灣的 搖滾 對台灣的搖滾 台灣的搖滾樂怎麼興起的 他就從那個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時候 我就講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現在你對於搖滾 我覺得大家對於搖滾樂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都覺得好像是 呃 Maybe 你比較不容易想到是 中上階層在玩搖滾吧 就我們既定的科版印象來說 對 我們實際上就是 可能 比較早一輩的年輕人 他們在車庫玩搖滾 或者是說 我們會覺得搖滾是一個很 很青春很入門的東西 因為比如說 好比好我們高中很多有熱音社或什麼的 大家可能就買一個 例如說幾千塊的電吉他就開始玩了 對 沒錯 所以在大家認知裡面 搖滾這東西好像是屬於 高中生 對很平民的 很平民 很平民的東西對不對 但其實 從這本書我才了解到 在台灣19501960年代 這個時候 在於對外資訊 那時候還是戒嚴時期吧對不對 對 那時候還沒有對外面的資訊那麼發達的時候 台灣人怎麼聽 聽 除了民歌之外的民謠之類的音樂呢 就是從美國來 美國來的時候 但是他們的資訊落差非常大 可能美國在1955年出的專輯 可能在台灣要1960年才聽得到 時間差有五年耶 你能想像這個時候嗎 然後那時候怎麼帶進來 就是從台灣的一些 家境比較好的 旅外的學生 他們從國外帶回來 所以時間才那麼久 他們可能來台灣 回台灣可能一年兩年回來一次 他們才有機會把這東西帶回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流傳 你知道 所以一開始搖滾的東西 是從中上階層的小孩 開始慢慢養起來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給我蠻大的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事實 對 等於是說搖滾這件事情 是在195060年代 那時候可能是透過 例如說留學生 或是其他管道走私 黑膠進來 可以這樣理解 也不能講 好沒有到走私啦 就是假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正當的方式進來 只是進來的沒有那麼普遍 對 或是那個流行更延遲更慢 對 延遲很慢 我有看到Samuel寫 就是可能延遲個三四年 就是現在台灣流行 可能已經在美國已經 五年前流行的東西了 就你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的流行音樂是PokerFest Lady Gaga的PokerFest 或是 那種感覺很有感覺 對對對 就是或者是那個 那個 PokerFest可能太久了 泰勒斯的 Love Story之類的 喔 我懂我懂我懂 對類似這樣的 就是我們現在流行的是 他們那時候的 對 音樂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時間長 然後後來透過民歌比賽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裡面提到的就是說 好像一直在爆雷 但他是死料啦 你上 上網找都找得到 就是 後來搖滾會先其實是靠 國軍其實有很大的幫忙 喔為什麼 為什麼跟國軍有關係 因為他們想要振興 第一個是軍隊正面的形象 還有出軍 那個招 那個 木 木軍嗎 應該怎麼講 招木士兵 他們想要 讓大家 吸引來 喔來樂隊 來軍隊 就可以來參加這種 搖滾樂的 這種 聽這種 聽這種 表演啊 或是你可以來這邊玩團這樣子 這麼酷 對 所以其實他裡面寫到 軍隊其實在那時候推廣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助力 那現在 軍隊不就要推廣饒舌之類的嗎 我覺得過不久 就國防部推了一個什麼 那個形象影片就是 在饒舌 大家在打疊 或是 還有一個版 可以學這樣子 很有機會這樣子 所以這本書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搖滾樂 他其實 就從這上面 講到 其實跟我們很近喔 就是 近70年裡面的事情 但是我們 幾乎 年輕一輩幾乎都不知道 對 所以他比較像是一個音樂 台灣音樂史 的書籍對不對 對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 他寫到五月天之前就打住了 那我覺得他可能會有續集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他寫到五月天崛起之前 也就是1980到1990年那時候 對 在我們還沒 在我出生之前 對 那時候 可是會不會一方面 也是因為那時候 後來90的資訊 其實已經很爆炸了 就是很多東西也取得容易 而且會不會是 後來你太多的 太多新的人 或是太多的東西出來 你很難 再把它鎖在一條主線上 我在想會不會是有這樣的原因 我覺得可能要換另外一種方式去講這東西 就像可能像 有剛剛講到 聲音與憤怒 張鐵志 對 在講這件事情 他可能用華語版來講 就只講一個主題 但是可能融合 1990年後到 現今所發生的事情 然後把它mix起來 我覺得可能要調的是 講這故事的方式 對 因為就像 邦尼所說的 在1950年到到1990年代 這個時候的 它的線就是因為 來資訊來源很單一 所以你可以用一條線 就可以很順的把它 簽起來 然後再把一些歷史之間 兜起來 會講的會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後面的 就可能就像你說的 可能有日韓的 嗯 太多的羅派 對 進來 或是什麼中國大樂隊這種 這種流行的 或是從美國 又有新的金屬樂 這樣切入 那它就更多了 我覺得可能要 有一個新的 一個講故事的方式 嗯 沒錯 了解了解 好 然後 最後你還有推薦一本書嗎 對對對 叫 台灣老舌故事 這個我覺得大家 應該會比較有興趣 他寫的東西還蠻有趣的 他是 那個 顏色 大概應該叫顏色 就是一個嘻哈 製作嘻哈的廠牌嗎 對 嘻哈廠牌 對對對 台灣目前應該算 大家比較知名的 老闆是迪拉 對 迪拉胖這樣子 對 那這是顏色他們所籌組的 就是從1987年 台灣饒舌這件事情 開始出現的時候 開始寫 寫到近年 然後他有分了兩個A 那個兩個章節 就是一部分是訪探 一堆 就是 饒舌歌手 另外一部分就像編年史一樣 從1980年到那個LA Boys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LA Boys 大家應該知道吧 大家不要裝不知道 就是第一個饒舌團體台灣 就是出現在 好像在五燈獎 對 五燈獎上面上去唱的 那時候 大家一定知道有 黃麗成 就馬吉大哥 對還有黃麗醒 黃麗醒 黃麗醒嗎 我有點忘了 我就有黃麗成 就是LA Boys 因為他們從美國回來 對對對 然後就開始去推廣 這部分 一開始只是跳街舞 但是後來把這東西 然後就大家 哇 這東西是什麼 這是第一次在台灣 電視上有 那個老舌 有個大面積的曝光 沒錯 就從那時候開始慢慢 零星有這樣的一個操作這樣子 對 然後中間有出現很多團 他都有講到 我覺得這本書是最適合入門的看 因為他其實對我們 現在有興趣的事情更切入 更貼近了 所以你看起來會 因為裡面其實有很多 大家所認為的偶像歌手 比如說蛋堡 對 熊仔 六王 春艷 他都有做訪談 然後有寫在這便捏史裡面 你還有頑童 獸子 這些都有在他的這個故事線裡面 所以你會看起來 你會更願意去看他裡面 老舌的一些故事 還有他們其實背後的一個辛酸史這樣子 因為他是一個更新更貼近我們的東西 對 更貼近 而且我們會了解 因為可能譬如說講到Bob Dylan 其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誰 對 就算他全世界知名的人 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誰 但你現在在路上問隨便一個 小妹妹好了 告訴我誰好了 你知不知道一獸 獸子是誰 嗯 我覺得 一定會 真的 對會不一樣 那大家對這接觸度也比較高 再加上嘻哈現在已經變成 台灣主流的音樂了 對 對 所以這本嘻哈 台灣老舌的故事 就是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們最後再介紹幾本 呃 音樂 學習 也不能講學習 就是因為相關不管是歷史啊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流 流便書 對 然後這些東西我們直播完之後 也會再整理給大家 這樣子 OK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看過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可以 給大家有些不同的思考的這樣子 嗯 嗯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聊很多東西嘛 其實主要就在講兩件事 一個就是 呃 音樂怎麼去做分類 嗯 然後再來就是說 呃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喜歡的類型是什麼 那我們怎麼要去更深的去了解它 去挖掘它 那 像AT這邊就提供了四個 四個方法嘛 那我覺得我們最後可能可以再花 例如說兩三分鐘的時間 稍微再快速的recap 講一下今天大概講的東西 OK 就是 做一個總結 我覺得就專注在怎麼把音樂品味養成這件事情上 嗯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把港幣變敏銳 就是你可能 我建議的話 可以去聽一些比較soft 比如說是輕音樂 或者是後搖 這方面的音樂 那你耳朵可以先 離開人聲這件事情 那你在聽人聲的時候 你會聽到更多的不同層次 當然這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差距沒有那麼明顯 這是需要慢慢練習的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去哪裡找音樂 我覺得建議就是直接到現場 你可能去認識音樂人啊 認識樂迷啊 你可以知道大家在想什麼 對於這音樂的想法 可能是跟你完全不同的 你可以打開你自己的 呃 非舒適圈的一個管道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現場看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更多不同 就算是同一首歌好了 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看的一些感覺 你會更知道怎麼在聽的時候 可以把這深度可以更瓦深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呢就是 因為音樂始終於生活 所以要只能把情感 那個情 那個 不知道是 大結了 就情境的培養這件事情 把它擴散到最大 就是在於聽這音樂的時候 比如說你 剛剛有舉個例嘛 去BOB POP裡面聽音樂 你聽到是 聽爵士樂的時候 你會想 這要配什麼歌 你要跟妹搭什麼話題 或是你要跟人聊天的時候 要怎麼去聊 或是你在 走路的時候要怎麼走 甚至走路怎麼走 或者你要穿什麼鞋 你要穿什麼服裝 這些都可以息息相關 你從這 可以衍生到音樂上面的 其他的品位 來加強 你怎麼 時候去聽這個音樂這樣子 那如果像我們去聽一些現場live 或是一些野台 那種衝撞 也算是 這一個層面嗎 可以這樣理解嗎 當然啊 當然啊 只是 應該是這麼說 其實有時候品味的東西 已經被大家 制定成某個主流的方向 就剛剛講主流跟獨立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要從中 找出自己的東西 需要自己的挖掘 這我就可能 沒辦法幫得上大家 就是可能譬如說 就像剛剛幫你講的 去現場看團好了 看團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衝撞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 就是 也要怎麼講呢 譬如說你在現場衝撞 衝撞的意思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 當譬如說可能搖滾 搖滾團 他們演唱到副歌或高潮的時候 台下就會開始撞來撞去 他其實是一種情緒抒發方式 但是在遠遠看的話 就很像在打架的感覺 對 那這種事情 應該怎麼講呢 就是 就講穿著這件事情好了 其實現在 大家可能在 對於聽穿著的印象 可能就是穿得很像登山 或者是 或者是穿得很像去海灘的 那種感覺 但是你要怎麼挖出自己的品味 我覺得是在你聽音樂的時候 你不要用眼睛去 你可能 在這時候你會喜歡穿什麼 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重要 對 但是現場 現場就是很多人都會 就是可能 大家越穿越像 可能譬如說都穿個 那個 釣魚背型 對 漁夫帽 或是鴨蛇帽這樣子 但我也很常穿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是 就是 可能最不用思考的吧 最不用思考的一個穿搭這樣 但又不會太奇怪 對 然後 還有什麼呢 然後第四個就是 尋找相關語言 就是從串流平台 還有就是 剛剛的 就是 網路上的媒體 就是 街聲 KKBOX 或是 吹音樂 這些 主流 專注在音樂上面的一些媒體 我覺得可以去 偶爾去爬樹一下這樣子 還有我剛剛推薦的幾本書 《聲與憤怒》 《現代音樂簡史》 《嘻哈架》 《台灣饒舌故事》 還有我們的搖滾樂 這幾本書可以 幫助大家對於 音樂上面的一個深度 和品味的挖掘這樣子 哦 懂 好 那 我覺得今天講了很多東西 那 如果最後 對 AT 或者是 懂聽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 去哪裡搜尋 你們相關的資訊呢 直接在IG上面打懂聽 很懂的懂 然後聽覺得聽 應該就可以找得到這樣子 是一個綠色和紅字的一個Mark 對 是一個Logo這樣子 嗯 了解 那最後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的 你們個人的 的愛團嗎 還是說 我怕 欸 你的群眾有在聽獨立音樂嗎 我怕 大家講得到 聽不到 是誰喔 好奇怪喔 那一陣尷尬的東西 對 或者是 我覺得 有 但我不知道欸 你會 你會分嗎 你會說你有比較 嗯 獨立喜歡的 的團體或歌手 那你會有主流 比較喜歡的團體歌手嗎 我不知道 你會這樣去分嗎 我 我到想 剛剛想到了一個方法 我不如推一些 大家可能比較知道 但他們其實做法很INDY的 一些團號 喔 好 我覺得是個不錯的方式欸 我覺得是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就像主流 我覺得宇宙人 喔 宇宙人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都知道 宇宙人 可是我覺得宇宙人的那個 改變變很多欸 因為他的團員啊 然後跟早期的那個專輯也是很不一樣欸 我覺得他們現在更多的 因為他們其實做法還是很INDY 他們其實幾乎什麼都自己來 對 他們其實幾乎什麼都自己來 就是他們在編曲上面 小玉 小玉自己就在那邊做 因為他是keyboard 他都自己編 他什麼都自己來 然後自己去討論 怎麼去加beat什麼之類的 非常 他們還是維持在他們當初創的那種 很 研究成 研究家精神的這樣一個動作 對 那我覺得他們很多歌 你其實說要改變嗎 我覺得沒有沒有變 但重點是在於他們心境上面的呈現 他們用一些比較 RMA 就是比較 好難去形容 因為我覺得他早期的音樂很funky 不管是什麼太空警察 或者是叫去高雄那種 他現在走比較 就是 抒情搖滾嗎 對有一點像這樣子 就走一些抒情搖滾的風格這樣子 對對對 但我覺得他們做法還是很 很INDY的一個方式 就是他們很少會用 錄音室合成的東西 他們還是很講究現場這個東西 所以當我今年2月的時候去 聽他們的小巨蛋 超級厲害的 就是 可以看得出 他們在於 唱功這件事情 和現場演出的事情很重視 因為 我覺得小魚好像連唱了 三四首快歌吧 還跟 因為他們有跟熊仔合作一首歌 然後還現場跟熊仔一起rap 什麼蹦蹦蹦蹦蹦 對 對對對 還有其他首啦 沒有就是熊仔有唱其他首 但是他們有一起唱這樣子 我覺得 wow 人家果然可以有這樣的成績 不是偶然 對對對 而且他又跑又跳這樣子 厲害 真的是時間的累積啊 那還有其他比較主流的 你覺得 主流我想一下 Jay Sean吧 喔Jay Sean Jay Sean他進 他其實我覺得 他好像沒有 我不會把他歸在老死的歌手 他會比較偏R&B 他跟 Julia一樣 就吳卓遠一樣 對對對 就他們其實好像你會把 欸好像在嘻哈上面 但他們 應該說他們跟很多嘻哈歌手合作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他是那一掛 但是其實 你細看他的音樂 比較偏R&B的 應該是說 他們是去幫嘻哈歌手 加上一點 Soft嘻哈 那個 軟性的一個成分 但他們是用嘻哈的方式去呈現 我覺得這很酷 就是 他們是R&B的方式去呈現 嘻哈這個元素 OK 然後而且然後把它變得比較不一樣 大概是這個兩個吧 剛剛想到了 所以他們比較做法 很 就是 很インディ 而且幾乎都是自己做的 這樣 因為他們其實出道 就算是獨 獨立樂團 或獨立製作 覺得像我比較不熟 但是宇宙人是 對 因為宇宙人從小就開始有在 對 很久了很久了 對 嗯 不過我自己就會蠻好奇 那時候 你知道大陸 之前有一個獨立樂團的 算石敬兄 樂隊的夏天 我知道 但我沒有看 好 推薦你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有空 有空 就我覺得他們做的還蠻不錯的 不是像那種 好聲音那種 那種 比較像是 導師制的那種選秀 他們比較像是 開一個很大的樂迷的分享會 然後 我覺得台灣也有幾個比較有名的 像宇宙人啊 皇后皮翔 然後 真的喔 還有 還有誰我忘了 望福也有去 然後當然就是還有幾個 中國比較有名的樂團 什麼新褲子啊 海龜那些 對 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好像最近之後好像會拍第二季吧 算蠻用心的 在哪邊看啊 這可以叫嗎 可以可以可以 在那個愛奇藝 喔愛奇藝 但是網路上應該也蠻多資源的 好 OK 好那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音樂品味的話 那 那 也歡迎去支持 這個AT的 不管是他的文章 IG 或者他的 他自己有一個Podcast的頻道 然後 今天聊的東西 我們會在後續 把他整 整理一些 嗯 不管是 整理一些資料出來啦 可能放IG怎麼樣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之後大家 喜歡這樣子的生活風格 或是音樂品味的話 有機會也可以邀請不一樣的人 來上節目直播 或者是Podcast聊聊 那Podcast就到這邊囉 那今天大家就晚安啦 拜拜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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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